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家是什麼 遮風避雨的地方 Landon Bridge Parisha 愛的雷霧 有個小時候發現自己喜歡女生的小孩 小學 看到隔壁班的女生 就長髮飄飄 穿著那種白色的洋裝走過去 然後我就這樣 旁邊突然就消失了 旁邊是白霧 然後我出現粉紅色的泡泡 然後我什麼都沒聽見 你總會有個人讓你滿心動 然後會覺得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可惡她竟然是女人 可惡她竟然是女生 然後會有這種很害怕的感覺 想說不是不正常 然後我自己就覺得很可怕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那時候我還很想看書的時候 書上寫著 青少年在18歲之前 都有可能性的假性同性別的人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有男生追我就試試看 然後也是經歷了很長的性別增加強 你準備好了嗎 夠年頭啦 想要有自己的孩子 然後就很辛苦的在查 全世界 可以做人工生殖的國家 這東西其實在台灣 只花7萬 我們花的是50萬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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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 投避時間已經結束了 我們是選擇了 孩子最健康的方式 把孩子生下來 我們寧可犧牲了自己的血緣 寧可犧牲了自己的生活 而是要給一個孩子最平安最幸福 最快樂的環境 毫微是恨了 真的 好可愛 快樂 好可愛 你好可愛 你幹嘛自己捨過來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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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愛 好可愛 自己愛 好可愛 好可愛 一個有愛的家庭卻被忽明化說沒有爸爸 沒有寫的人不會愛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很需要被看待的 一個家庭付出的愛是多少才是重點 他那時候就問我們說 為什麼他的好朋友有爸爸媽媽 他沒有 然後我說你有媽咪跟媽媽 一個家裡面就有兩個人 一個家裡面有兩個家長 你也有兩個家長 媽咪跟媽媽一樣的愛你 如果你需要任何一個爸爸 我們都可以為了你改變你想要的生活 我們可以為了你做你的爸爸 對於那些心裡有疑慾的人在講 因為看不到我們 所以他們才會反應 那我們是用盡自己的生命在愛他 來蹲下來陪著他一步一步的長大 趕我女兒跟我老婆一根喊貓 老娘跟你們拼 雖然你很愛哭 可是我會一輩子陪著你 慢慢的長大 好不好 那你愛哭嗎 當然愛啊 愛你 愛你 菩薩